當然講到香港經濟 大家也知道最近如果大家想在香港買樓 當然也有油塘區的工廠區的長實樓 如果大家作為香港人買樓 當然可能很多人買新樓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新樓附近的環境會是怎樣呢? 如果你說純然只不過是長實樓 因為劈價出售七折 七三折 而走去賣樓 你完全不顧那層樓本身 除非你說買層樓打算炒 買層樓之後打算放出去 但是現在香港你這樣做 你和刀統自己的心法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有人會覺得 反而我同一個角度就是說 其實你說現在李家超 鄧炳強不一定說軟對抗 其實軟對抗有很多個方式的 不同的階層 不同的企業 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的形式進行軟對抗 最主要的目的是削弱政權的權力 或者甚至是進一步是將政權的統治基礎是不斷削弱的 如果你說樓市作為香港經濟基礎 或者一個香港重要支柱 而因為透過長十樓不斷劈價 而將香港這個房地產業的價值 或者甚至將香港房地產業作為鞏固政權 其中一個重要支柱叫做削弱的話 其實我想這次李時嘉就這次這樣去劈價 第一件事 當然他很快就遇到事實上 仍然想著在香港賣樓的一堆客 很快就已經套了一些現金 所以相對很多 其實因為移民買不到樓的人來說 是對他來說是一個比較大的打擊 實際上很多移民賣樓的人 因為這次整個長十樓在牛堂劈價 是令到樓更加難化得出 另一個觀察就是作為一種軟對抗 當然是令到香港特區政府唯一一個重要收入 就是賣地 或者甚至房地產 是因為樓市劈價 令到以後政府再不再把土地拿出來抹 因為我想之前已經說過什麼洗衣街 或者甚至很多的 或者甚至啟德 相關的一些用地 其實已經不單止是比起2020年之前那個價格低 甚至是其實 甚至某程度上 其實香港地產商因為現在國安法 對於特區政府那種怒氣 或者那種怨恨 其實都要用不同的形式去進行一個挺有效的對抗 譬如說大家集體低價 投地 或者甚至張快地 甚至我們會說 迫地快地 鑑成鑑戰 壓低價 所以這次如果你說作為香港經濟的指標樓市 因為這次長實樓七徹 賣來把價值一步 推低 推跌的話 其實都是作為一個市場 對於未來市場 香港樓房地產市場 一個沒有信心的指標 因為沒有理由要去砍價 雖然你說他的樓的質素 大家都心中有數 是好聽不好 但如果你說這樣也要砍價的話 第二件事 如果其他的地產商面對這樣的情況 他們將會落成的樓 或者已經落成 拿出來的樓 這樣怎麼處理呢 究竟是不是用回原價 它可能未砍價之前的那個價去賣出去呢 還是要被迫要跟著長城這個做法呢 去砍價 傾銷他的樓 但是因為這樣也可能令到他們 不單止那個 第一 當然還有沒有那麼多客戶 吸入這些樓有沒有問題 除非你說中國人下來 去托起香港樓市 那這個沒有人歡迎 他的錢不是我的錢 他拿他的錢托樓市不是拿我的錢托樓市 第二件事 究竟這些房地產的一些發展商 他們如果再砍價的話 他一定要砍低過長城樓 那才能夠有競爭力 也才能夠有人會來看 或者甚至來買 那會不會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們會想一些新的招數 來吸引一些原本是想著可能是等長城那邊新的樓盤再出的時候 可能過去買他們的樓 而不是了 那我現在一個新的發展商會出新的一些優惠 來吸引一些仍然想著香港買樓的人來這個樓盤買樓呢 也都出現了很大程度上 因為這次整個樓盤方面的那個 角後的一個促銷 也都導致到這個 整個樓市將一步向下調整 雖然是未必向下跌的 除非有一些更大的經濟災難 譬如說香港和中國城市是一樣的 甚至台海關係 或者各方面 也都令到香港經濟雪上加傷 令到樓市只不過是一個形式上去撐 即無論是樓市 或者甚至這些地鋪 都是形式上去撐 是有價 但是沒有市的情況 反正的話 在現在這個情況 你會看到其實政府面對這個情況 其實也沒有什麼可以做 也沒有什麼可以做 因為實際上 房地產也是自由經濟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政府也沒有什麼可能去做任何事情 甚至會見到這個高捨有勤屋 這個居屋的新樓盤 也都是因應這個詳實大劈價 他們的赤價 都是跟這個市場的狀況 而適度的調整的 我雖然之 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你只是只欺欺人 用所謂統計數據造假的狀況 就想著只欺欺人 自己說香港人回來 但實際上你看現在香港經濟狀況 香港已經不可能回頭了 當然你說現在政府想什麼方法救經濟 通常我用一些成功的案例 如果你說一個國家經濟衰退 那當然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第一 要保住那個物價 不可以因為經濟不好 再加上通脹而上升 那所以 雖然你說 譬如說很多西方國家 他們面對經濟衰退 很多其他事情是先報民生 就是說 起碼糧食不會是因為經濟不好 再加上通脹而上升 但是現在香港最糟糕就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一方面就是這個入口的食物越來越貴 你說說到所謂地坑經濟 反而更加嚴重的一件事 就是很多 無論是什麼政治立場都好 在香港現在搞飲食業 基本上是死路一條 為什麼說死路一條呢? 第一 抱走貴 其實有一些老闆 透過免書 向一些網友分享他自己做生意經驗 都得出了四個觀察 第一個觀察就是 因為業主他將舖案給人口 來去抱貨 但是因為這幾年的經濟狀況 他手朵沒有足夠現金去還 還這些借貸已經成問題 當然他只能夠靠租金 作為他們能夠上壞銀行貸款 唯一一個收入來源 都可以這麼說 所以有些人覺得為什麼業主不加價這麼變態 這麼殘忍 但是其實你站在業主的角度 如果他一減掉的話 他整個銀行股值都會減低的話 其實銀行第一會贊營 甚至會是即刻甚至會用一些很辣的措施 去處理這些案例 說要他加快 即即即即即即還錢 或者甚至用一些措施要迫他 說你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很多香港朋友不斷去掛業主 甚至是否說業主貪心 是 業主貪心是抵死的 是死有如辜的 是死無存事的 但是其實他的死法不是因為貪心 其實最大原因是因為他拿了你的店舖 按了給銀行 然後賣其他店舖 按了給銀行 按上按 這種方法 導致他現在經濟不行 他不想店舖的店舖值減少 於是就不肯減少 甚至不斷加速 你一生意好就直接加速 導致一加速的店舖就完結了 你生意好其實是一個催命符 即是說你頂多做一兩年 你就如途倒閉了 第二個觀測就是 很多人回大陸玩 如果大家留意到最近免書 也都出了一個新的免書組群 我想我看這應該是一些港票 或者甚至一些其實是一些中國的香港人 是在免書組群裡面不斷介紹 在東冠邊坐腳夾口 按摩 飲飲食食各方面 也都導致很多香港人回大陸消費 如果大家留意到 每逢假期可能暑假或者甚至周末 羅湖 或者黃江 或者甚至是落馬州口岸 有多少人回大陸玩呢 回廣州 深圳王呢 你想一想 究竟陳茂波的腦袋是不是去屎了 這個流行服飾嗎 是不是呢 這個是什麼做法 然後是不是打算搞這個夜灘經濟 然後這些食環不斷罰那些小販 罰到那些小販破產 血本無歸才開心呢 然後其實這個是引蛇出動的計劃 是導致這個小販 連去保安檔賺食 都被食環逼 被警察逼 搞到他們是一分文都沒有 搞到香港真是唯恐天下不亂呢 那這個是不是國安法想見到的情況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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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